我们现在正在直播胡说的是全皇十四这场世界冠军大战 左边是ET来自于台湾 右边来自广东的小孩 台湾ET对战广东小孩的比赛 这两位玩家都拿过全皇十四的几次世界冠军了 世界级赛时的比赛冠军他们两个都拿过了 你觉得今天晚上他们两个谁能获胜 比赛是抢十的赢四输一赢四输一的比赛 刚才跟小孩跟英尊打是五比十输给了别人 五比十 好的小孩的玛丽那也不是软狮子准备 打掉对方的纳吉德的 切一个的血量了 纳吉德现在 好的又是熬了一个网终好生龙 这个生龙害了小孩自己 ET也是给小孩做一个特训 因为日本人那边的话纳吉德用的比较好 也是为了给小孩做一个特训 恭喜你 要不升到十一级 好的 两个生龙 再加上拳 两个生龙 再加两个顺拳 那现在 对面 ET的手法也没有了 昨天ET打日本的 也是用中动你的 好的 这个波克牌是得对方的一个蹲防的 只要你蹲防 马上那就得你 好的 我去 排数这一出手 马上就场面上就变得到一个巨大的变化 小孩压你下 这个波克牌是怎么玩的 好的 前冲下青腿 但是这个bc爆的被对方一个下纵拳给他打飞 广州好生龙 漂亮 小孩的发声 又来一个广州好生龙 但是第二段判定打到对方了 排数这里被小孩跳低 低点的重拳打到 那么给小孩一个bc的机会 这一步机会小孩不要浪费 十三连臭 奥托拉德需要了四个多的血量 三七八神 地面还有两管血 这一会儿半的血量 又开bc了 这一套连段是可以收割掉排除了 赶紧我开心的一鼓剁气 收塔 哈迪兰这里 手刀 没有用 抽血 补气 站在对空 刷血风 来 吓谁跟上 秦也一 压起身 下盘 偷刀 没偷到 继续前中下逼 挑递之后呢 对方防住 哈德兰这里 哎呀 我许小孩刚打到对方 但是手速慢点 对方继续发超杀 牵制 小孩后一逼回避 掩护一下自己 想得逆向 哇哦 又是个经典四连人